陳老師工作設出品 Hi, 我是陳老師 其實在上古的神話中,中國有很多男神和女神 只要講到中國的神話,你一定會聽過盆古開天闢地 沒有盆古就什麼都沒有 傳說在混沌時期,天和地就像一個很大的雞蛋 裡面沒有聲音,也沒有光,一片漆黑 盆古就在蛋中,孕育和生長 所以請大家以後不要再問,有雞鮮還是有蛋 一定是有蛋,因為盆古也在裡面出生 盆古在蛋裡面過了18,000年 在蛋裡面住了18,000年 我想應該很悶,很壓抑 終於有一天,盆古頂不住 不知為何可以在雞蛋裡找了一把斧頭 然後在裡面把雞蛋砍開 雞蛋裡面所有東西都迫出來 輕的那些向上飄,然後變成天 重的那些就因為慢有引力向下跌 就變成了地 所以四周圍就變成現在的樣子 但是這個時候的天和地 還是很近 隨時也有可能會重新黏在一起 因為盆古實在太空閒 所以一不做二不休 用手托著天,用腳踩著地下 隨著它由嬰兒變成少年 由少年變成青少年 由青少年開始吃煙 由青少年開始吃煙 由青少年開始變成青年 由青年變成中年 老年變成老年 老年變成老老年 天地就和它一起成長 一起變高變大 就是這樣托著天 托了一萬八千年 天和地真正分開了 而且沒什麼機會再合在一起 而盆古也都越生越高 變成了一個超級巨人 其中一萬多年,盆古也有點累了 因為長時間的OT 所以他體力不知 終於累下了 這就是史上第一個因為OT 而撤死的人 在盆古臨死之前 他還為這個世界留下了一份大泥 盆古呼出的氣體 變成風和雲 聲變成雷電 左眼變成太陽 右眼變成月亮 所以我想盆古應該是大小眼 而且兩隻眼的差距相當離譜 肌肉變成泥 血變成江、河、湖、海 頭髮和鬍鬚變成精神 皮膚和汗毛變成花草樹木 牙齒和骨頭變成金屬礦石 而他的身體變成山脈 但直到這個時刻 人類還未開始出現 說到人類的話 我們一定要從一個超級女神講起 他就是女禍 盆古開天闢地之後 雖然有了大自然的萬物 但整個世界就很冷清 女窩亦沒有什麼做 所以就在空地上 灯滚摸摸在打发时间 为什么坯读捯一下? 因为那里去 том,野芥是身体民 如果不是怎么吩饭地 难道逃乱别? 有一天,他在黄河地散步 他在河好看见自己做的照片 而 tasted谁突然想 如 bruk来玩 所以他照着自己的样子 Assass a ver роб ثfter manifest发生了心孩子 还有泥人大喊了一声 拍到了手段,但总会是活生生跳了 人类突然感到出现 女者kö選有一些新玩具很好 之後就在河邊一邊捏,一邊捏,一邊捏,製造了很多人仔 但所有的東西都有生有死,人仔也會自然衰老和病死 女窩心想,如果不斷捏人仔,要捏到何年何月呢? 有沒有辦法製造工廠來量產呢? 於是,她又想到,不如把人做成男人和女人兩種 讓他們自己結婚生仔,自己繁衍後代 不如不必經常在生產人仔,所以從此之後 人類就開始全自動化,批量生產 而人類在這塊大地上,繁衍生息越來越多 因為女窩發明了結婚,所以在民間也會奉女窩為婚姻之神 除了做人之外,女窩可能真的很無聊 平時你最多在家裡游游游七 小珠配期間學校可能偶爾補一下天花板 但女窩竟然補過天,補天這件事還要提起兩個人 火神竹庸和水神貢公 一聽就知道他們兩個關係不方好 兩人經常水火不溶,因為大家都不是同一個字 所以經常互避大家的地盤 有一天,貢公又和竹庸打了起來 貢公不夠竹庸打,於是沒有鞋玩劇走 貢公去到西邊的一座山上,頭不小心撞到山 而這座山叫做北周山 本來是撐著我們天的那條柱 就是這樣被貢公的鐵頭撞成兩絕 所以天有一半就倒下來,整個天都歪了 還出現了一個很大的洞 無數的星神在洞裡掉下來 星星掉落地後,整個地面都在震 你知道星星有多大顆 掉到海裡又令到洪水滔天 那個時候的人類還是非常脆弱 不過就算是今天,這樣做,降跌盒也死了 如果再這樣下去的話,人類遲早都會滅絕 女窩見到自己辛辛苦苦做出來的人仔 就快要絕種了 所以就不知道在哪條河裡撿了五彩石 不是,是撿了五彩石 用火,將五彩石融成膠水 用五彩的膠水去補天上面的大洞 補天之後,又不知在哪裡找到大烏龜 然後斬了四隻腳,拿來做新的瓊天柱 將天重新撐起來 終於又將世間恢復了懸養 其實我想問,龜殼和龜是否拿來煲湯呢 說完女窩就可以說說她哥福希 其實女窩和福希,他們又是兄妹,又是夫妻 咦,骯髒辣坦 福希據聞是一個大法名家 人類被女窩做出來之後,就要吃飯的 最早的人類捕魚是用手捉的 或者是用燒烤叉去搓魚 不僅浪費時間,還很難捉 有一天,福希見到一隻蜘蛛在織網 接著她就領悟到,如果用繩子做成一個網 那就可以用來捉魚了 漁網的發明大大提高了人捕魚的效率 福希還將一條一條有結的繩子和沒有結的繩子交錯地排列 做了一個八卦出來 八卦之間的相互排列、推演 包含了簡單的二進制算法 所以福希亦對數學有巨大的貢獻 除此之外,福希還發明了 而且還推廣了養殖業 制定了曆法 亦與女窩共同發明了琴瑟這兩種樂器 除此之外,他們還會作曲 又教人如何採集天然的火種 晚一刻還開了燒烤檔,教人如何燒烤 我想他們也賺了不少 所以福希絕對是上古時候的大發明家 雖然福希教人如何使用火 但用的那些全部都是打雷閃電 又或者是火山爆發的自然火種 因為是自然得到的 所以得到這些火種充滿偶然性 而且火種亦是極難保存的 一不小心,打個壓詞便會吹噓了 如果火種關掉的話 全家大小便會惹噓了 連他們晚黑的燒烤檔也要倒閉 如果在這個時候,有人可以創造火 那就勁抽了 但是我想說 既然福希的老婆這麼把炮 連天都可以補回 問竹容借火 會不會容易過這麼多事呢? 算了,港股都沒有搏 就在這個時刻,出現了一個很厲害的人 他叫做垂仁寺 垂仁寺很喜歡旅遊 有一天,他去到西邊的一個國家 因為這個國家實在太靠近西邊了 太陽和月亮,竟然也無法照得到 所以好黑好黑 垂仁寺路過這裡的一片森林 按照常理,一個連光都沒有的國家 他的樹林應該比脈斗才對 但他無論如何都猜不到 這個樹林裡面竟然有光 垂仁寺就走過去 他以為森林裡面有超人迪迦的石像 誰知他見不到超人迪迦 他見到一隻垂木鳥 一隻垂木鳥 用他的嘴子作一棵樹 每作一棵樹 樹桿上面就有火升 所以衰人士就得到了啟發 發明了鑽木取火 從此人類也開始有夜生活 告別了黑暗的時代 有了火,吃飯的問題就已經可以解決了 但買樓的問題又來了 在遠古的時候 很少人根本沒有發展商出來建樓 而野生的雅貓雅狗 即是狼和老虎也很多 人住在地面上或山洞裡面 經常都會受到動物的攻擊和殺害 說不買哪一日 野生大貓就會擔走你 而且去到冬天的時候 氣候非常寒冷 你住的那間屋可以說是冬冷夏熱 居住環境相當之惡劣 那怎麼辦呢? 想叫碧桂園過來建屋 當時連鳳凰都沒有投靠碧桂園 碧桂園又怎會過來建屋呢? 大天無絕人之路 有問題一定會有人解決 這個時刻 有巢士就出現了 我想他們應該是雀巢三合一咖啡的祖先 有巢士作為上古時代第一個地產佬 他們通過觀察 看到雀仔在樹上住 他們想如果在樹上建屋的話 既可以有啞傘 又可以防止野生大貓 晚上睡在你旁邊 於是他們就開始教人 拿一些樹枝和藤條 在一些高大的樹上建屋 人類就開始了有屋的生活 有火、有屋、生活 好像已經上了巔峰 但是那個時候 因為沒有超級市場 白街王老太也未出生 所以食物的來源還是很不穩定 所以每天吃的食物主要都是靠打獵 或者去摘一些野生的果實 說來說去 其實就是等運動 如果哪一天運氣不好的話 全家都沒有食物 就連燒烤檔的供應鏈也會斷貨 根據劇情的發展 這個時刻 應該又會有一個人出現 他就是神龍 有一天 有一隻神鳥 在神龍的頭上飛過 拉了一塊屎在他的頭上 神龍抹走一塊屎之後 對著鳥說了幾句粗口 而這個時候 鳥因為牙尖咀利 所以想說粗口罵他 於是 嘴裡的穀物就掉下來 穀物掉在神龍旁邊 既然這些穀物是神鳥掉下來的 神龍就覺得 這個一定是上天的恩賜 果然說粗口是不會被雷劈的 神龍一向都有收了師幾錢的習慣 而這些穀物又這麼珍貴 是一隻神鳥掉下來的 所以他也不捨得吃 將這些穀物 把這些穀物放在地上 那個放屎幾錢的地方 即是地底 半年之後 地上生出了一大片小麥 神龍吃了一些小麥 嘩 好難吃 但好過沒有 於是他就把這些穀物 分給自己的族人 還教他們如何種植這些糧食 所以最初的農業就單身了 人就開始吃五穀雜糧 但吃五穀雜糧一定會生病 神龍又看到動物 在受傷的時候 會去吃一些特定的草藥 去幫自己療傷 於是神龍又發現了草藥 你知道 以前古代連拖鞋都沒有隻 所以他經常在單車鋪外面 踩上釘子 弄傷自己的腳 所以他就開始 以身上百草 最後成為了醫藥之神 神話發展到這個時刻 人類已經度過了最初混沌的時候 基本的生存問題也解決了 兒子又懂得生 老婆又懂得娶 接下來 文明就開始出現 他們就是岩堤和皇堤 他們兩個分別是黃河流域的兩個部落首領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地盤 隨著大家的勢力不斷擴大 兩個人就開始打架 兩個人在板泉這個地方 大戰了三百個回合 啊不是 三個回合 岩堤慘敗 然後歸順了皇帝 兩個部落 就形成了岩皇部落聯盟 而這個MOMEN 在山東還有一個九黎部落的首領 叫做癡游 癡游能武善戰 魏高人膽大 還經常在片場上幫人做替身 再加上自己年少棄勝 覺得自己的領土實在太小 所以就走到岩堤那裏 打算去爭地盤 岩堤和以前一樣 仍然不夠打 就去找皇帝幫忙 於是皇帝和癡游 就在逐陸開始擊戰 就是這樣打了幾百回合之後 癡游戰敗 還被人堆壞了 癡游的部落 也從此加入了皇帝和岩堤的聯盟入面 隨著聯盟的勢力一再擴大 最後就實現了最早的華夏初刑 皇帝這麼好打 他老婆羅祖也很勁抽 羅祖就發明了養蠶織布 形成了最早的紡織葉 雖然那個時候的蠶絲布料 可能比這家鑽石還貴 但懂得織布、懂得整衣 平時在家裡就沒那麼無聊 起碼可以積積伏積積穆 穆拿當戶積 皇帝還有一條嶺很厲害 他叫做蒼蠶 蒼蠶發明了文字 文字這種有意識流的東西 就令到人的思想可以得而傳播和延續 亦都在根本的意義上 將人類的文明推上了一個新的高度 雖然不知道為什麼人們這麼神奇 但就是這樣一路生活下去 皇帝和岩堤的這個部落聯盟 最後的三個首領分別就是 遙、順和魚 而魚治完水之後 就開始培植他的兒子 最後他的兒子阿啟 就成為了部落的首領 建立了夏朝 今集的時間來到這裡差不多 我是陳老師 得閒無事 講一下歷史 我們下集再見